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差不多等于现股股价减去行使价 就是44.2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相信领展它由62元开始跌下来 其实都差不多 是有些机会乘着上个星期有些美国Number 比如说星期五有一些飞龙就业 还有今个星期二美国宣布了CPI 这个可能令到公股权有些震荡 震荡向下的话 我记得我们说它最低价应该都是3元左右 3.02 事实上是它反弹挺好的 我记得今早早看它应该是5元那头的 现在应该是收了的 嗯 是 那我们稍后看看它那个291 今天早上我看它最高是5.52元 如果你是 现在收就5.4元 最高见过5.71元 5.71元 ok 下午再高一点点 那你想一下那个杠杆很高的 你买3元它变成5.7元 这个杠杆是很高的 其实之前它一出的时候 公股权也跌得挺多的 它第一天出的时候 它就是开3.02元 开全市当时是最低价的 因为有可能有一些有权的一些投资者 它们有一些发脾气 都不要了 沽了它 反正还有一些钱袋下袋 但是你去到这一刻 大家发现那个62元下来 事实上那个下的波幅已经很大了 尤其是近来那个植谷银行事件 这个其实对一些大家觉得它是保守的股份 是有一些支持的 就是有一些好处的 领展自己的那个正股价也弹回头了 那植谷银行我们讲开了 这个问题 你怎样看呢 Tommy 你怎样看呢 我看一些分析 就应该就好像叫做止住了 是 还有它也是有很多的start up 或者是有一些天市投资公司 其实它都会有些钱在那里 所以 所以就 也不是说它不重要 但是我想都没有那种 譬如以前那种 但都不能抖下的那些银行性 那个体系这么大 是的 如果是说 和这个08年那个雷曼比较 那当然了 植谷银行这个 因为它只不过是一间 区域性的银行 那它那个就是所谓资产 那我们呢 其实经常讲银行资产 就要知道银行究竟有什么资产才行 嗯 银行资产的最重要就是贷款 是吧 就是贷款就是它的资产 那另外呢 还有其他的哦 现在因为那些银行呢 这几年呢 那个环球经济呢 一般的 那所以呢 就是它借钱出去 借得很神的 那变了呢 好似植谷银行那样 那它觉得 哎 如果借出去呢 又要想一下 个人能不能还钱 那又要就是担心 那不如呢 买些没有风险的东西 那另外一种资产呢 它有大量的呢 就是这个美国国负债券 美国国负债券是最安全的 其实两样都一样的 那你现在说是这样的 两样都变得很风险 那美国国负债券 如果我们跟这个 就是整个投资市场的说法 这个全世界是最安全的资产 是的 就是黄金 不要算那些 那如果你算这个 这个有价证券来说的话呢 这个美国国负债券 事实上到现在来说 都仍是全球最安全资产 那到现在为止 它都仍未违约过的嘛 但是可惜 如果你和零八人比较的话呢 当时那个市场呢 银行为何会这样 那么糟糕呢 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那个信贷不行 就是它借钱出去的信贷不行 第二件事就是 那时候有很多的 我们所谓 不在资产负责表里面看到的东西 就是那些银行呢 那如果SVB现在的架构 是不是算叫做简单一些呢 其实简单的 我有几点给大家看看 是 看一下图就没有了 不过给几点大家看看 第一就是说 2020年到2022年 其实两年间 它那个存款是升很多的 它由600亿存款变了1750亿 哇 这个就是三倍的 由600去到差不多1800 就是它上了两倍 那我觉得解释得到 是的 那我解释得到 因为2020年到2022年 其实这个都是startup里面 其实是一个很蓬佩的时期 哦 是啊 就是四分三的时间 是的 就是剩下后来这四分一时间 开始大家就看到有一些爆煲了 有一些问题出现了 但是之前大家记得那个 就是比特币 最后还见过六万 但是它六万六左右的 嗯 那你知道有些startup 或者有些miner 它们赚很多钱的 是 如果它们是一万 二万那些位呢 它走去就是撩了 或者它自己miner了很多 那这些人个个都忽然间暴富了 嗯嗯 暴富的话呢 它们呢 其实呢 这几年呢 其实不是说 2021年了 我是去年年中呢 开始买一些债券 嗯嗯 但是呢 那些很短期的债券呢 譬如三年到四年的债券呢 它帮我mark to market呢 就是它会市价截算的嘛 虽然我就没有什么杠杠的 那因为我去年已经说 我不做杠杠的了 那就是 但是呢 它mark to market呢 都mark我输成五六个百分比的哦 就是那你想一下 那些就是 你就算连treasury 美国treasury呢 我就当它买一个 三年期的债券来说 它在2020年年中 那它买一个三年期的债券 那到现在为止呢 其实它只剩一年而已 嗯 但是这个两年里面呢 这个就是息口呢 就由这个三年期债券的0.15% 现在上到去 两年期的债券呢 在这个今次未出事之前呢 那个就是息率呢 那个Yield呢 报4.7% 嗯 那结果价是会输多少呢 那个价呢 其实就不是输很多 输5元 100元里面输5元 那就输5个百分比 那但是呢 这些直谷银行等等 就是regional bank 有时它们贪心一点 那它们会买一些再长期一点的债券 那如果我们计算一个 就是它 如果在2020年中卖10年期 哦 因为那个percentage 即是息又高一点 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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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可能是一厘 那麽多了 那最近最高是4厘 嗯 那这个价呢 就不是好像三年期债券那样的哦 它的价是跌十几元的哦 嗯 因为它这个年期长嘛 其实它都 我自己觉得它都算算是稳定投资而已 是稳定投资啊 我们其实呢 如果你说 我们每天 或者每一个quarter 它公布这个业绩的时候 嗯 它都公布了 究竟这些它买完回来的债券 值多少钱 嗯 那是不是就 就是你会觉得 是这样 就会安心一点 是你安心一点 是 是它会公布的 但是它可能会在footnote那里 哦 小小只一切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accounting principle 这个就是 是容许它们 将一些它们界定为 它持有到期的 的债券呢 是不需要以这个市价截算 哦 那你知不知道它 它呢 其实呢 它的资产呢 大概呢 就应该是有这个 这个 这个 1700几亿的资产 那它那个 不止是有2000亿 就是1700几亿是存款 那它是2090亿的 那个美金的资产 那资产里面呢 它就有贷款 它有这个债券 那但是贷款原来很少的 只有740亿左右 那就是说 这个贷款大概占40% 它的资产 那个就是 证券投资占1200亿 这个超过50% 差不多到60% 那而在这1200亿里面呢 有910亿呢 是属于我说的 刚才说 到期 持有到期的这个债券 那持有到期的债券呢 它在每年的年报里面呢 它可以报出来 它报出来给你听它有多少 但是它不需要为这910亿呢 做任何的就是 详细解说 现在是多少啊 债券多少啊 有多少钱买啊 它只是有一个 我们叫做这个 available for sale的债券 借afs的债券 它真是界定了 它是每天可以买卖的那些 那些呢 它就会做一个市价截算 这910亿不用 那现在 现在弄了 当大家要去看的时候呢 因为它开始呢 它就是 那些存款呢 继续流失了 嗯 那流失的话呢 那你就要买些东西呢 是吧 那它现在开始卖了 那它卖的那些呢 就是现在可以买卖的那些债券 那就询过了 它就卖了210亿 就不在那910亿里面 就在那1200亿里面 那就卖了210亿 那它的平均年期是3.6年 我刚才说过了 三年多的话 那就是跌5个% 其实不多 那它亏损呢 就是18亿美金 是 那你就会令到大家想起了 那它卖了这些之后 它就要移动那910亿呢 是呀是呀 那你一旦那980亿 你估计它会输多少 至少都十几元嘛 是呀 它又要输到150亿美金 就是跟我刚才说的 你大概输13元左右 那它不止是输17元左右 那它就是会输150亿美金 那那150亿美金 加上刚才我说 它已经输了18亿 就是168亿 那你知不知道它的资本有多少呢 就是股本 那它的股本原来只有166亿 还差2亿 是的 倒退了2亿出来 就是你说 你还了之后呢 还差2亿 那你迫着那个 就是联储局 这个FDIC 这个州的监管 就要出来接管它 因为它首先要防止它 开始买这些 就是 持有到期债券 因为呢 持有到期债券呢 你就算买10元 不要说10元 因为10元太少 你就算说 卖100万出去 你卖了100万之后呢 你其余呢 那900 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 10亿呢 全部都用市价计算的 你忽然间呢 就是说 哎呀 那我忽然间呢 那家银行呢 就要报输100 这个就是 几亿的了 那所以呢 监管呢 就是说 这个情况不可以发生 它立刻出来 接管它 让它先不要做事 那第二步呢 就是说 那我们呢 就给个什么呢 存款保险呢 就不止说 就是25万美金以下那些才赔的 全部都赔了 那那些全部赔了的话 那它就是说 要给信心给 其他那些 还没倒闭的银行 是吧 那但是 如果你作为一个 就是 存款 人呢 那你有些钱在第二家银行 又是差不多的 其实你都不是这么安心的 是啊 你怎么知道它下一次 是不是真的又是够的 是啊 是啊 那所以这个 这个问题呢 暂时我想都是会 就是纏绕着一些时间 银行 优优独播剧场